你有分析一下這個嗎? 呃...大家就是有問候一下 那他出錯了嗎? 他比較忙 蛤? 是一下他的冰箱? 是一個很容易到的 我之前有在那個IG分享過 我最早剛還沒有入行的時候 然後有一次在公共的場合遇到人家的時候 然後他不知道我是誰 但是他就用禮包給我點頭和他打招呼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那我以後就是如果有機會進圈子我也要這樣 謝謝大家 然後吧 然後記得 那我記得 我記得 我記得 了吧 我記得 你們有關心一下 呃...大家 就是有問候一下 那他出錯了嗎? 他比較忙 蛤? 沒有 沒有 他會不會有點氣瘋和臉上的情況 其實不會 我覺得大家都還是很認真在去想說 我們在節目上要完成什麼樣的事情 有很多網路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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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製作單位 我沒有辦法 有很多網路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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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也在IG分享過 我最早 剛還沒有入行的時候 有一次在公共的場合 遇到影響的時候 他不知道我是誰 但是他就 說你不知道 跟我點好 打招呼 那時候就覺得 那我以後 如果有機會去選擇 我也要這樣 所以他也 讓我自己也養成一個 只要遇到所有人 不管認識還不認識 目前入行都要有打招呼 就是郭大陸有沒有出了一個才問 就是節目有時候有變動嗎 沒有聽說 因為我們節目平常就是很常會辦 我們也不清楚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 哪一天上節目的時候 誰會來誰會來 我們這些都不知道 那現在有什麼話想說 哪個一樣的話會不會 我覺得現在就是不要打得好 然後現在也就進入了一次 是SBAR的那個 就我就覺得這就是交給他們 我說真的會有趣 我會搭訪等等 我會搭訪 是你不信任 預約 這有什麼話事 是你不信任 你不信任